21EU世界杯棒球颈标赛 9号来到预赛第三天的赛程 前两天校纳二连胜的中华队 要碰上同样二连胜的速敌韩国 结果面对这支老冤家 之前才在人川亚运金牌站 对韩国角出精彩表现 这一次再度担当中华队先发的郭俊玲 在四局上遭遇了第一个危机 先是投出触身球 把第二棒江炯穴送上垒包 接着第三棒拒姿域 来到机会一棒打穿一二垒防线 垒上跑者绕过二垒直冲三垒得分大门 加上第四棒金周贤 选到了四坏宝宋 让韩国在无人出局的情况下攻占满垒 但郭俊玲不亏是王牌 在这样的高压情况下展现超强压制力 接连三阵要第五棒和第六棒的 金道贤和金中生 接着无预警牵制二垒 逮到离垒太远的巨资域 三出局安全下装 这场比赛双方从一开始就大打投手战 前面五局都没让对手越雷池一步 而这样零比零的平手僵局一直持续到六局上半 终于出现变化 前两场都敲出拳来打的韩国队指定打击金道贤 在两出局二垒友人时 逮到郭俊玲的一颗曲球 硬是敲出一只中间方向穿越安打 雷上跑者拔腿狂奔 绕过三垒冲回这场比赛的第一分 韩国队一比零取得领先 而中华队尽管先入落后 但七局下抓到大好机会 一出局一二垒友人 杨戴军敲出一只右腕眼安打 在二垒上的李宗贤第一时间停在三垒 但韩国队这时候却在情急之下 连续出现两次爆船 让李宗贤决定直接冲回来 结果这一次的本垒攻防战 却是以出局作手 不过没关系还有机会 而这一次中华队终于有把握住了 两出局二三垒友人 第四棒王莫隆大放一挥 扫出一只中左外的深远安打 不但垒上跑者全部回来 自己还一口气冲上三垒大门 这是一只带额两分打点的青垒三垒安打 中华队取得2比1的反超前 而且这时候已经投了超过130球的韩国先发 人机准终于出现状况 再来个要命的爆头 让王波动轻松跑回第三分 进一步拉开中华队的领先优势 最后他们在这个半局一共打了八个人次 吃下四分大局 而且还没完哦 大局下半他们再接再厉 无人出局一三垒友人的情况下 苏智杰再补上一发右外野的三分炮 彻底摧毁韩国队的迎求希望 最后中华队就是以7比1大胜韩国 爆了仁川亚运金牌战一箭之仇的同时 也以三联胜稳坐A组预赛第一名 我来请新闻这么报道